大家好,今天是12月13日 星期一,即是市已經開始報入12月份的中旬 直到現在這一分鐘為止 12月份的股市暫時來說都是先低而後高的形態 指數是由6日的低位23,314 升到上去9日的高位24,324點 波幅暫時來說是有1,010點 可能4日之內升到1,010點 有少少速了 所以市高台是有點整固和反覆的 但無論怎樣也好 即使市反覆也好 像上星期五 指數最後收在23,995點 跌了259點 不過技術上恆指仍然走在十天平均移動線 23,812點之上 即是說整個斷定等變的格局 暫時沒有改變 不過市況雖然出現了一個初步的斷定 但大家看到的成交金額 真的完全是不匹配的 上星期一 都還有1,100億 到上星期二 已經縮減到1,534億 到星期三只剩1,161億 好了 星期四多一點 有1,251億 到星期五又縮到1,138億 簡單說 由上星期三開始的成交金額 已經明顯是減縮了 沒有足夠的動力 市場就算要推上去 也不太容易 而且一定是受虧限的 現在我們就要這樣看法 市場沽額不太大 動力也不太足夠 可能在現水平 24,000左右 一路一路的拆拆 要看甚麼呢 不只是看新經濟股 要看傳統藍酒 例如友邦可不可以輕輕做好一點 匯控、中移動、平保等 稍為有一點迴亂 從而將指數拉高一點 現在要這樣看法 因為新經濟股 老實說 其實有反彈 但波幅是受到虧限 因為市場沒有動力 直到這一分鐘來說 十月份雖然仍然是先低而後高的形態 但礙於第一指數已經達到24,000左右 再向上挑戰 一定是20天線 甚至乎是50天線 20天線在24,418點左右 50天線大概在24,872點 要推上去 一定要靠成交金額 一定要靠資金 如果你沒有足夠的資金去推動的話 老實說 就算走多128、238點 你也是慢慢整固 我一直強調一件事 沒有動力支持的升勢 升勢一定是受虧限的 剩下的就是早前如果有行低價買了一些平價貨 怎麼做呢 聖誕節我相信 都不會有太大的驚喜了 傳統來說 去到12月的20日左右 不是去加拿大滑雪 就去瑞士日度聖誕了 今年疫情這麼緊張 我想基金經理大部分都是留守的了 但是問題就是 你儘管留守而已 內地的政策仍然不絕 還有來房的 債務問題仍然持續困擾整個市場 所以就算要看好一點 我覺得心態上 都略為保留和審慎比較好 投放一點資金 勢勢大大聲就沒有問題 如果要看大氣候的話 我相信 無論如何都要過了今年 明年我們才會再提 升展有一隻衍生工具 和大家分享 快手的擴卵 284400 行使價是98.93 到期日出現3月 都比較長跌 有效槓桿大概是4.3倍 快手上日收是86.32 284400收在89 假設快手能夠有機會 會試上108元 284400這隻擴卵 可能會見到0.179 潛在的升幅有121% 跌回頭 如果快手股價受壓 再度跌回到77.2 這隻24400入擴卵 亦會見到5個線 存在下跌風險 有43.8% 去到年底前 會不會有加碼粉色儲商的效應 令到在年結的時間 稍微做回一點 不排除這個可能性 但即使是這樣 如果成交金額 仍然保持比較 保守的話 即是說 有波伏沒有勝負 有反擔保大勝 大家要留意 再度再度下跌 要了解 謝謝 小雲 開始 再度下 cat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